人类尚未走出疫情阴霾 世界经济复苏仍然是脆弱乏力的 地缘政治和安全矛盾也越发突出 全球安全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显著增多 迫切需要为动荡变化的时代注入 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中国和德国都是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 中德关系此时尤其需要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这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 也将为世界和平安宁做出重要的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